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知道怎样煮一下靓汤 煮回几尾 就要听Redgar生活台全新饮食节目 冬菇出品的头淡汤 我们今天用香楼、春鸡和鸡脚做汤底 然后加入猴头菇和日月鱼 今次用日月鱼来调味 我们没有用到干饶柱 大家一起见识这两个食材 虽然坊间有很多其他选择 但是我们又试做这个汤 日月鱼买了回来 其实他们现在开始 这些海味是会在冰箱里拿给我的 如果冰箱拿给你 你拿回家 你就要用冰箱来储存 首先我大约不用拿得多 我想十多条日月鱼 日月鱼本身是海鱼 像蜆的生物 稍后我会做个视频 去谈谈日月鱼有什么好处 这次我们用上猴头菇 猴头菇就是齐天大圣 有首歌 我见过有个YouTuber 他唱得挺好笑的 这个猴头菇 其实都不是陌生的 有些人很喜欢它的味 有些人不喜欢它的味 我知道它 我了解过它有些食料的作用 但是去处理的时候 我以前很不喜欢喝猴头菇 因为它有一股稠的味 我见到有个YouTuber的师傅 他解释得很好 他说原来那股味 其实是来自这些黄色的 这些黄色是 其实这个猴头菇 自己本身有的颜色 但是就是这个黄色 令到那个汤 会变得很稠 那就浪费了熬汤 那我们今次就试下 用那个师傅的方法 他就说在水喉 或者用一些水 就吸收入菇 然后呢 就把它又 变回出来 就是捏回出来 又吸收过 又捏过 直到你见到 浸猴头菇的水 就清掉 是没有黄色的 那你的菇才可以溶得 但是它的处理方法 就比较 我会觉得比较简单 因为它浸完之后 下一个步骤 它会用一些猴头菇 它会出水 用一些糖水去出水 那我们稍后再说 那现在我们也是 搞一搞一些日月鱼 那日月鱼 始终也是海味 那其实 我觉得它的价钱 已经开始贵了 就分分钟拍得住 甚至是贵过干摇柱 但是日月鱼 尾是很鲜的 很值得用 那我们现在看一看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先 我是实时和你一起做的 即是说 你看到我短片做什么 其实你跟着做 基本上 你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我们就是要去出水 即是鸡脚出水 鸡脚出水 我其实提过了 就是冻水落去出水 出水完之后 那我就会 搞好鸡脚之后 我就会搞一只鸡 那也是用回春鸡 那我们今次撕掉皮 虽然我把刀很鸡 但是我发现 这些冻床鸡的皮 都可以撕掉 所以当普通 撕掉 撕掉 撕掉皮 其实它是会脱的 那你看到 都是 都是搞一只鸡 那只鸡 真的比较大 比较少少时间 去浸下去 其实这个时间 我就去另外一边 那我可能 洗东西 或者是 可能是去浸发其他东西 那我们反转了 那只鸡 嗯 OK了 那只鸡 现在 都 都 都给少少时间 去去 去去 所谓出水 把那些污脚东西 或者你不要那些 白色的杂质 让它全部移出来 那我们这个时候 在另外一边 我们就去玩 我们的猴头菇了 那猴头菇真的很好玩 它浸到那么多的时候 一捏 它就好像整个海绵 那样 可以把里面的水 都移出来 那猴头菇 买回来的时候 它就挺好的 因为它那些钉 其实已经和你清掉了 所以它很快 在里面 就会充满了你的水喉水 那变了它一充满水喉水 它就好像海绵 那样 就完全可以捏 看不看得到 其实就捏到大约 它的心里面 你都会看到它软 如是者 Youtuber师傅 都教做六七次这个动作 譬如说 浸浸了 然后捏走 那些水 又再开个新的水喉水 又再捏 其实它本身回来 现在的猴头菇是很干净的 没有什么虫 它是挺干净 而且也很巨型 我这次其实拿一块多些 其中有一块又脱了一半 你看到我好像用了三个猴头菇 其实是一个大猴头菇 加少少 那你就要不断去捏它 反正你现在是等着那只鸡 在另一边 推出那些血水 其实你有空间 在这个时候 去跟这些猴头菇 去拼命 我说得夸张一点 也不是拼命的 总之你清到你的水 是很清澈的 那你就做完了第一步 因为猴头菇的处理 除了做这一步之后 我也有说过 师傅教用一些糖水 去帮它用一个热水处理一下 也是很简单的 当普通我们煲汤 我们出水 差不多了 你看看 其实呢 现在捏一下捏一下 它就尽量里面 就已经是发大了 而且很快就腍了 师傅就有用一些暖水 然后就用一个盖子 但是如果反正有时间 你在等着那只鸡出水的时候 那你不妨和它捏一下捏一下 拼一下拼一下 拼一下拼一下 也没所谓的 你看到它捏 再捏再捏 其实原来那些黄色也挺多的 其实就是这一口黄色的水 令到汤是很苦的 我用过这个方法去煮这个汤 我发现真的很好清 很好味 虽然喉头菇的香气好像少了些 但是我煲汤就没那么夹了 而且我现在是voiceover 换句话来说 其实我喝了一口汤 我才来做这个配音 所以我很肯定告诉你 这个汤是成功的 你看看我继续捏 还有少少黄色的 但是都尽量去做 反正现在我做了几次 都不够师傅说六七次 我们继续捏一下 捏一下捏一下 可能会很闷 不过也不要紧 我又觉得有少少时间去处理一下 整件事 我说整套片 今次短一点 18分钟 对不对 我剪小了少少 这个时候 鸡脚已经出了水 我们要拿过来 是要和它沖凉 我也说过 它们的杂质是要沖的 这个时候 那些鸡 它不需要煮到太熟 但是似乎 大滚水 就逼了里面的血水 和一些多余的白色的蛋白质 我就可以整只鸡 拿出来 游去洗凉 这次鸡洗凉 我就拍摄得非常精彩 因为上集的时候 我就因为不太会剪 咳鬼了 鸡洗凉 今次 我有帮你 照顾一下 你去见识一下 鸡如何洗凉 然后洗一下外面 然后洗一下内面 总之 鸡的杂质都拿走了 那我就没有将这些日月雨去出水 我纯粹是浸软了 然后把水清掉 我就可以用 它是一般干货 最重要的是 日月雨的味道 是很值得去试的 因为是很香浓 煲完出来 你是可以吃的 但是我又没有怎么吃 我迟下会教 如果这些日月雨 做多一个小步骤 我会觉得安心一点 但是不要紧要 我们今次去试一下 有一次有少少的瑕疵 下次可以修正它 不用说了 又是大裸头都要出水 大裸头又要拿去洗澡 又是洗走它 那我今次大裸头 我就将面头 因为上次我看到的 裸头面的黑色 好像不太亚观 今次我洗完之后 我会将上面 这个黑色的位置 略略剪走它 略剪走它 可能你会觉得浪费 但是我又没什么所谓 剪走它之后 你喜欢可以拿去煲面 也挺香的 我也挺满意 这个叫斯里兰卡裸头 我真的挺满意 无论它的香味 和咬口 我都觉得比较适合老人家 而且牙齿不太强的人 这个裸头我会觉得挺好的 你看到我了 切走面头就是这些 你喜欢拿去煲面吃 或者咬了它来吃 除了你 我想今天的煲汤 会更漂亮 那些裸头 其实我已经开了边 里面真的很干净 没有那么多血水 也没有肠 我平时用的 美国裸头是有肠 一样 我又要加两粒蜜棗 老实说 你看到我有两粒姜 我没有放下去 主要是因为我不太喜欢 薑味 不过不要紧的 你喜欢的薑味 你就自己加薑 没什么所谓 现在我们将猴头菇 根据YouTuber师傅教的 就是将猴头菇 放进去出水 这个出水的过程里 其实它是40多秒 即不够一分钟的 我无所谓 就是煮一下 而且要加糖 因为我家中 喜欢加冰糖 因为我餐会滋润 所以我就加冰糖 但是师傅就要加红糖 除了你 但是师傅有提过 他说 砂糖又未必是按理想的 他喜欢加红糖 他说其实什么糖都可以 我就加冰糖 反正很多时候 我们用冰糖 就是用来炆冬菇 等它软一点 我就照用冰糖 但是以40多秒来说 我的冰糖都用不完 那就不要了 我是要煮多一阵 不是煮到它软 而是我目的希望 就是它可以去除到 它的洁味 其实只要有洁味 你喝一口汤 其实你没那么开心 这次我觉得我也做得很好 你看到我做多久 你就照顾好 你就做多久 我们到处去浸一下 让热水可以进入猴头菇里面 猴头菇本身 它的菇味和我们用的日本花菇 是不一样的 日本花菇来说 它的香味很厉害 但是猴头菇我们就贪它养生 你说它的菇味和花菇相差很远 其实接近是没什么 不过它有它的独特香味 原来煲起来 那些猴头菇 其实发大了 真的很大 很多 我整个煲仔 其实真的爆满 真的 有点点心机 在家煲汤的目的就是心机 其实心机就是 就是我们所说的能量 你有心机慢慢煮些东西 你的汤就会充满能量 那你家人喝也会健康很多 这方面我是相信的 但是 你就去试一下 就不要选择一些太忙 很逼切的时间才去煲汤 就不要了 你真的要乖乖地 可能拿半个小时时间出来 让你自己煲汤 一路煲的时候 你也可以找一个轻松 休息一下 让脑子不要太累 你看着食材 有改变的时候 其实你也会 挺开心的 那 我现在去到哪了 咦 对了 我们要关火了 师傅所说 我们就要浸 我们的食材 其实是要浸 浸多一会儿 煮熟了也要浸一会儿 好了 浸了一会儿 拿过来洗手盘这边 我们就要 再要做少少步骤 就是要浸水 那师傅就 就 就 比较勇敢 他就直接用手去处理 我就不行了 我想如果我手放了下去 那就大家多餐吃了 那 无谓了 我现在是用鉗 就将那些 出了水的猴头菇 在这里 我就用这个方法 这个是一个 普通的渣隔 我用来做薯仔 薯蓉 先把水拆掉 因为真的好热 刚刚在热水拿过来 虽然师傅说 用糖 来出水 会不会很担心 糟了 我的猴头菇 很甜 但不会的 你经过这个水后水 沖完之后 其实也不会太甜 就算是少少轻微的甜 也不会很大影响 我煲汤是真的很鲜味的 要很有心思 你真是让它 吸一些水后水 让它先沖在里面 把里面的水 按在里面 让它像一个海绵 吸完水 又噴出水 这个过程里 挺治愈的 我挺喜欢的 总之你将一些不开心的东西 在猴头菇上压下去 又可以发泄 又可以煲汤 又可以祝愿自己的家人 身体健康 都不错 其实 这堆水 都很黄黄的 这些黄色 不是我一粒糖 是真的那种菇 自己本身的黄色 就是师傅所说的 那种洁味 我想多做几次 所以我有心思 沖多几次 而今天 最重要的这个汤 就是搞定猴头菇 让它不要太稠 但是你又拿到它的益柱 你看看 我真的好有心思 令它尽量变到水 没有颜色 透明 现在原来 过完飞水的步骤 原来它仍然有些黄色 你也是不要说 不要想着做一做 那些黄色就会去完 原来真的不行 那我又继续捏 我继续捏 到时我捏到 那些水 就走出来 那些菇里面是没有什么水 然后我才放在煲里面 是去预备煲汤的 这些时间捏一下 其实这个动作都不吵架 都轻松 不过 今次猴头菇 处理这个过程 就是这个短片 或者这个视频的核心 大家看一下 要清水 煮出来的汤 就会好好喝 也解决了一个 所谓的汤好劫之迷 原来猴头菇 是因为这一层黄色水 令到它这么稠 那差不多了 那我们现在 就把所有食材 都放入煲底了 我们现在就加些 喝用的水 就把所有食材 都要概括它 那这个就很简单的一个 一个常识 我想你们很多人 煲汤的经验 都比我多 那我纯粹是分享 而且我会试一下 一些不同的东西 和看过程 做的方法 是怎样 在家里 可以怎样轻松 可以做得到 你有你的特别方法 或者我提醒大家 原来猴头菇 用这个方法 其实是可以清了那股结尾 都好 都可以分享 有价值的资讯 给大家 还有 玩猴头菇的过程 我都觉得挺开心的 捏一下 又放下水 捏一下又放下水 我好像心情都轻松 轻松很多 我们真的要多些水 加一点 也不是少少 我经常都说 半汤匙的海盐 海盐 我再说多次 海盐 最好 最理想 最好吃的海盐 就是 好像花 我们英文叫做 Soft Flakes 就好像花 那种海盐 最好吃 因为我现在这个汤 都算是一个 滋阴的汤 所以我都很希望 它用上的 盐的质素高些 煮至大滚之后 才盖上小火 在中间我要查 其实它有些干水 我中间是要加水 出来的汤 你看看 多漂亮 希望大家开心 多谢大家收看 继续營运 创作更多的节目内容 马上加入 Redca生活台的YouTube会员 多谢支持